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最近这几天 个税改革成了中国内地朋友圈当中的热议话题 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强调 中国经济在2019年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各界的一些忧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提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19年的困难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克服 财政和货币等这些宏观政策如何宽松 稳自当头的2019年房地产市场又会何去何从 来看一下记者调查 20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变中有忧 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下行压力 从11月数字来看 经济运行平稳 但多项指标增速放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5.4% 是2008年12月以来最低值 回落的主要原因是 汽车行业增速下降 下拉了工业增长速度 全球石油价格波动 相关行业增速放缓 另外电子行业的放缓也比较突出 而11月首个经济指标 PMI跌至50融库分界线 创32个月新低 PPI同比上涨2.7% 是今年以来最低涨幅 PPI工业企业盈利和PMI弱势表现 显示制造业依然困难重重 印证了经济下行压令 我们也看到实体经济的数据 就是几大的消费品 主要是房地产 汽车 这些智能手机 它其实销量从今年来看的话 增速都不高 有的甚至是下滑的 这样的一个数字 因为它牵涉到最最重要的一些行业 拉动作用 这些行业下滑的话 我们就很担心它整体的行业到底会怎么样 也就是说它会暂时进入一个寒冬 企业的生产经营对未来的就业形势 也造成了一定压力 虽然数据显示2018年前11个月 城镇新增就业1293万人 同比增加13万人 但其中的结构性就业问题比较严峻 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转型阶段 传统产业日渐衰落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连续5年负增长 但新型产业尚未成熟 传统产业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 并没有完全被第三产业所吸纳 也正是基于这一局势 稳就业被列为2018年六项重点工作首要核心任务 甚至超过了贸易摩擦 政府驱杠杆 金融防风险等这些问题 稳就业以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等新成长劳动力为主要群体 其中农民工就对经济变化尤为敏感 是稳定就业重点对象 是新增就业需求主要来源 其中农民工多从事与外贸相关制造业 或与房地产相关建筑业 其就业对经济形势的变化较为敏感 它以三种形势表现出来 一个就是表现 一个就是新增就业比以前少了 因为开工少了 新增就业少了 第二就是现有的企业关闭 导致中国特色的一个实业概念叫下岗 下岗开始出现并且增多 第三呢 有一些它维持着就业 但是呢工资不眨甚至下降 下岗